蜥蜴人和虫人到底谁厉害 他们都是虫子形状的外星文明 前者是奴役地球人的智慧生命体 后者是独立日中的人形虫怪 他们都入侵过地球 其中蜥蜴人入侵成功了 而虫人却失败了 所以局长今天计划为大家全方位分析一下 他们各自的科技实力以及战斗力 蜥蜴人是短篇卡拉中的外星文明 他们已经掌握了纳米技术 并利用这些纳米技术 制造了自己的飞船 以及各种武器 甚至用这种科技 让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沼泽 由于蜥蜴人对地球进行了严重的改造 很多区域已经被甲烷和二氧化碳覆盖 这些气体也是蜥蜴人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地球也慢慢沦为他们的生存区域 而人类也逐步不能适应地球的环境 他们将剩余的人类圈养起来 为自己当奴隶 很多人类经受不住他们的鞭打和折磨 已经选择自杀 其余人被他们做了开颅手术 并植入了一些纳米科技 最终彻底成为他们的傀儡 虫人是一群来自宇宙深空的神奇文明 他们已经掌握了超光速飞行技术 以及星际跃迁技术 这群虫人虽然长相极丑 可是他们早已脱离靠体斗打架的低级趣味 而是靠着科技和武器 不断对外族文明辱情奴役 从而不断扩张势力 虫人的科技远超地球文明 他们的飞船不仅能发射出激光束 而且具有能量保护罩 他们发射的能量束 能在一瞬间将一栋大厦摧毁 大厦爆炸所造成的火浪 足以将整个城市吞没 同时人类的舰队根本无法靠近他们的母舰 即便能靠近也没法对母舰造成伤害 因为那些凡人的能量盾根本没法被击穿 即便是动用核弹 也没法对它造成伤害 从这些细节我们会发现 虫人已经进入二星文明 他们掌握的能量也已经超越恒星级别 吸引人虽说与他们是同一高度的文明 可是吸引人已经将科技术点在化学的支线 他们主要以纳米科技为主 很少会见到他们使用物理武器 如此一来 如果吸引人和虫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吸引人是难以抵挡的 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以柔克刚 比如操控敌人思想 改变敌人的生存环境和释放毒气 这些手段面对虫人的大规模杀器 或者能量盾牌 根本无法对抗 除此之外 虫人也拥有控制敌人思想的能力 他们的操控是一种脑电波式的控制 而且这种脑电波会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压制 让对方头疼难忍 甚至失去战斗力 综合以上我们会发现 虫人是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文明 他们不仅在软控制方面很强 而且对大规模杀伤武器 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并且虫人还有一个虫王 虫王体型十分巨大 一个人就可以打败敌人一支舰队 他只要轻松挥动触手 就可以掀翻一辆汽车 除此之外 虫王不仅是一个战斗型人物 而且是一个超级智囊 他会搜集宇宙中的一切知识 以及科技 并消化这些科技和知识 将其转化为自我文明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文明才发展得如此之快 连蜥蜴人都是望尘莫及 所以这场大决战 不管是单打独斗 还是大规模战争 虫人是稳赢 我看到了 我那 给你战斗型的一切知识 多jenigen 我计渐了